Zither Harp 失眠是很多人所害怕的问题,通常指患者对睡眠时间和货质量不满足,并影响白天社会功能的一种主观体验。 失眠对人的危害可是巨大的,容易引起人的疲劳感、不安、全身不适、无精打采、反应迟缓、头痛、记忆力不集中等问题,可以导致第二天人的精神为你不振、学习工作效率降低,而且长期失眠更会导致身体素质降低,引发各种疾病。 它的最大影响是精神方面的,严重一点会导致精神分裂。 中医认为,睡眠的目的在于调整阴阳平衡、处备生命能量,是养生极为重要的一部分。 睡眠不好,人的阴阳失调,必然造成经济亏损,影响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。 因失眠而苦恼的人,现在几招帮你调理睡眠,让你不再失眠。 如果进度失眠,经过自我调理的极客好转。 一、平常而自然的心态,越是紧张,越是强行入睡,结果适得其反。 二、上床前或洗个沐浴,或热水泡脚,然后就请,对顺利入眠有百利而无遗憾,又导人体进入睡眠状态。 三、聆听舒坏的音乐和节律的音响,可以优到睡眠的条件反射。 四、睡前喝一杯的热牛奶,牛奶中含有微量马贝类物质,只有镇定安神作用,从而促使人体拉稳入睡。 五、舒适的睡眠姿势,有利于全身放松,有利于入睡,再搭配几朝时聊住睡,衣食醋一朝时,接入一杯冷开水,隐居可以催眠。 二、临睡前吃一个,苹果,在床头上放上一个包开皮或揭开的橘子,它的芳香气味可以镇静中枢神经,使人入睡。 三、将洋葱倒烂,装入瓶内,临睡前放在枕边秀闻齐器,可以催眠。 另外有助于睡眠的食物还有核桃、桂园、莲子等,如果失眠比较严重,最好选择服役树安膏。 多种草本优质源才熬制而成,流传了百余年,优效减轻和改善睡眠,九五成以上的失眠问题都能解决,被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网上就能找到,受到广大好评,只要选择合适了,就会起到很好的效果。 对于体质比较示弱的人群来说,日常护理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。 一、要做好脚步保暖,双脚凉的人的睡眠质量,比足不温暖的人要差,如果需要可以穿着厚袜子睡觉。 二、开窗会使影响睡觉的噪音增大。 三、建议关上窗户睡觉。 四、卧室里不能有花贿,它们也许能引起过敏反应。 五、要卸妆洁面,带着化妆挺睡觉增加皮肤负担。 六、床的摆放都应南北方向,人睡时头北脚难,受低似的干扫。 床要软硬适中,过枕高一般与建为宜。 七、睡眠的姿势依侧卧为佳。 八、在15至26度的温度中,是一半睡。 睡眠时间一般应保持七至八小时。 但是由于人与人的生命节奏,需要的睡眠时间也因然而异。 总之,就寝室不言谈,不思考,先睡先,再睡眠。 上床后排除一切杂念,保持安静,注意卧室。 环境清静,空气新鲜,睡得好。 起床后经历自然充沛。